有種、有趣、有量 這就是我們的邏輯思維 感謝各位來到邏輯思維捧場 今天我們接著上一集的話題 跟大家聊一聊甲午戰爭 這一場兩個甲子之前的國之大難 之所以說它是大難 不僅是因為戰場上輸的慘 而且是因為後果太嚴重了 第一個後果 就是你中國通過30年的同光中興洋務運動 好不容易撐出一個場面 大家一看你現在也有槍有炮 也有一支現代化的海軍 還高看你一眼 但是甲午戰敗之後 你馬上就被打回原形 大家原來以為你是條龍 現在一看原來是條蟲 西方列強原來以為中國 是東亞當之無愧的第一強國 現在一看第一強國是人家日本 所以自打甲午戰敗之後 中國可就正式淪為 國際叢林當中的二流國家 那第二個後果呢 就這一次沉淪呢 你可再沒那麼容易爬起來了 為啥?因為沒錢了嗎? 錢哪去了?錢都賠給日本了嗎? 你看馬關條約當中規定 中國要賠給日本兩億三千萬兩白銀 原來是欠的兩億兩了 因為後來三國干涉還寮嘛 日本人又把寮東半島給突出來了 所以又加了三千萬兩 這兩億三千萬兩什麼概念啊? 你去看第一次鴉片戰爭 賠給英國人 那可是包括鴉片的貨款 商人的損失 英國的那些風帆戰艦 繞到非洲海旺好旺角 跑到中國來 那個遠程的軍費 加起來兩千一百萬兩 只有甲午戰爭賠款的十分之一啊 第二次鴉片戰爭也只賠了一千六百萬兩 英法兩家各八百萬兩 所以你看日本人可是獅子大張口啊 兩億三千萬兩 那是什麼概念啊? 中國當時中央政府一年的歲入是八千萬兩 說白了中國政府整個停擺 一分錢不花扎起褲腰帶 要還日本人還得還三年 當然你不可能政府停擺 所以你這一點錢 這一點賠款都得從牙縫裡給人摳出來 你現在沒錢怎麼辦? 你還得借外債 借外債 那連本代利利上加利多少錢? 前前後後 我們得借上六億兩百億 如果按照當時的國利計算啊 大概得還上五十年 換句話講 五十年內 你再也沒有可能見一支 就是現代化的海軍和現代化的國防力量 我們再來看日本這一頭的賬 拿到兩億三千萬兩 說白了 中國人民至少三年以上啊 全中國人民交的稅 全交給日本政府 那日本政府拿的這筆錢幹嘛呢? 有人說 日本人重視教育都辦教育去了 扯 日本當時也是崛起期啊 他拿這筆錢 當然要發展軍事實力 所以你看 甲午戰敗之後 日本人開始擴充自己的軍力 到一九零五年就一戰成名 打敗了歐洲列強之一俄國人 日俄戰爭一戰而勝 那這筆軍費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中國人給補貼的嘛 尤其是日本人當時的海軍隊伍當中 赫然還有中國北洋艦隊裡面的船呢? 就是當時的 所謂的超級鐵甲艦鎮遠號 不是從劉公島基地被日本人裸走了嗎? 對 參加了日俄戰爭 這個鎮遠號後來也真是好慘啊 後來被大卸八塊 還讓日本人放在博物館裡給展覽 羞辱中國人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才被中國人花錢給買了回來 所以啊 你看 日本人拿到這筆錢 擴充軍力 而中國再也沒有能力擴充軍力 這一消一掌之間 中日兩國的實力可就徹底拉開了 所以你看得病就是這樣 一次得病慢慢康復也就沒事了 怕的是什麼?回頭病 你中國人通過三十年自強不息 好像有點起色 這一次再打趴下 它的後果可不光是經濟和政治上的 還有一個民族心理上的來 原來我們走的這條路三十年 三十年握心長膽 原來沒有用 而且中國人那種天朝上國的驕傲 可就被徹底打趴下了 你看光從領土上的損失 朝鮮原來我們的藩屬國現在被割嚷 就是被侵占吧 整個東亞原來以中國為核心的那個宗主國和藩屬國的天朝的朝共關係體系 算是正式解體了 更何況台灣還歸了人家日本 所以對當時中國人的心理打擊實在是太大了 那還是回到這個問題 那到底為啥呢? 當時的人和我們現在的很多人都在分析怪誰 基本上兩層結論 第一層結論呢 那就怪具體的人 比如說李鴻章 比如說丁汝昌 再有呢 就是怪所謂的體制 那這也是中國很多知識分子的一個慣性思維啊 一旦出問題就是怪體制 說你因為政府不好好看 你那個體制太腐敗 這樣的結論呢 也不能說他不對 但是你會覺得好蒼白 那怪人怪誰啊 那確實甲午戰爭當中有一些那麼軟骨頭 比如說啊 我們上一集講的高升號的故事 其實還有一艘運兵船 叫操江號 操江號是一艘老船 建成之後已經二十多年 什麼都不行了啊 機器也破 速度也慢 後來就乾脆改成了一艘運兵船 那這艘運兵船上呢 只有五門炮 所以啊 他跟高升號是幾乎同時遇到日本的戰艦 日本人就說啊 我要俘虜你 當時那個艦長呢 就要自殺 後來那個船上的英國管代就說啊 不要自殺 勸勸你好似不如來活著 後來一想也是啊 所以就被俘虜了 所以船上的幾千士兵呢 就被日本人盡情羞辱啊 帶到陸地上排成兩行 帶著遊行 說中國人看看就這樣 一直到甲午戰敗之後 這批人才被釋放回到中國 再給大家舉一個軟骨頭的例子 就是方伯謙啊 北洋水師紀遠艦的管代 這個人年輕的時候 其實也是青年才俊啊 二十歲就考取了英國 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 跟後來著名的什麼嚴富啊 薩振兵啊 這些人都是同窗 二十八歲回到國內 受到李鴻章接見 一看 呦人才啊 又是海歸派啊 迅速的就給他提拔成了艦長啊 這個人呢 平時其實優點挺多的 只要不打仗全是優點啊 腦子靈活有戰略眼光 口才又好 開軍事會議經常第一個發言 跟丁汝昌私交也很好 因為其他的那些管代艦長 都是福州傳政學堂畢業的 都是福建人啊 這幫人平時說英文喝咖啡 有點看不起丁汝昌這個安徽圖老帽啊 但是方伯謙不然 跟丁汝昌私交很好 所以你看他在軍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但問題是這個人一上戰場 一聽見炮響 腿肚子就發軟 封倒海戰就逃過一回 後來大東沟海戰又逃 因為他看見鄧士昌的志願艦 已經沉了嘛 就跑 跑到最後呢 還把自己的一艘小船叫廣甲號 又給裝沉了啊 所以這個人後來上岸之後 當然軍紀也沒饒了他 一刀斬氣 所以像這樣的軟骨頭確實有 但問題在於 當你辨了關於甲午戰爭的書 你會發現這並不是普遍現象啊 如果你認為那個時候所有人都貪生怕死 那真的是辱沒了那些先烈的英靈啊 那問題在於啊 當時和後來 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聲音 非要抹黑海軍呢 要知道 在任何就是現代化的國家 海軍不管是哪個政府的 是資產階級政府啊 沙皇的政府 後來的政府 對於自己國家的海軍傳統 向來是非常尊重的啊 據說蘇聯海軍用的軍旗 還是沙皇俄國時候的海軍軍旗 因為海軍是一個不被斬斷的傳統啊 就不管自己國家的海軍怎麼樣 打敗仗也好 打勝仗也好 他都會受到後人的尊重 但只有在中國的北洋艦隊 你就發現奇了怪啊啊 從當時一直到現在 所有的人都以抹黑自己國家的海軍為己任 那啊 誰罵的聲音越高 誰抹黑抹的越黑 誰就越光榮 這個心態好像很難理解 比如說啊 鄧世昌 這是如假包換的民族英雄吧 但是有人哎 就有本事雞蛋裡挑骨頭 因為傳說鄧世昌生命的最後一刻 他的仆人去救他 他不上來啊 他的狗 他在船上養了一條狗叫太陽 這太陽呢叼著他的手 也想把他拖上岸 他就把那條狗摁住 然後把那條狗淹死 後來自己跟那條狗一起死了 那這本來是英勇世紀吧 哎就有人說 這你一看就是軍紀不言 居然在船上還養狗 這個話你怎麼說啊 當時全世界各地的海軍養寵物 這都是允許的 你比如說 在英國的海軍的軍艦上 就經常會養貓啊 因為船上面帶了食物 總不願意讓老鼠吃掉 所以養貓 有一隻貓在海戰當中受傷 伊麗莎白二世還給它受過勳章啊 比如說日本的軍艦上養過黃牛啊 歐洲其他的國家的海軍軍艦上 甚至有養過長頸鹿的啊 所以這不是什麼問題啊 這是海軍的慣例啊 你也就是沒在海上呆過 你自己一個人漂泊在海上 可能全艦官兵最大的一個樂子 可能就是如果有一個寵物的話 這是調節官兵那種生活情趣的一個必要啊 它不是一個人玩物喪志啊 還有就是最新鮮的啊 說這個日本人當年發現說北洋艦隊啊 居然有士兵在砲管上晾衣服 就這個事兒呢 怎麼來的啊 是日本的一個出版屋 是東鄉平巴郎的傳記 這傳記可不是東鄉平巴郎自個寫的啊 是一個業餘作者也寫的 也不知道在哪聽來的 說東鄉平巴郎說的啊 說有一艘北洋水師的船叫平遠後 訪問日本長崎他看見了 但問題在於啊 後來一查記錄發現那一次訪問平遠後 壓根就沒去啊 但是後來這一則傳聞呢 越流越廣 有人說是定遠 有人說是鎮遠 有人說是紀遠 好不管哪個 我們就說定遠號那個炮啊 那個炮管子有多粗 你想它是超級鐵甲件 這上面能晾衣服嗎 你想想看 而且離地三米高哎 誰會冒著生命危險 一定要在炮管子上三米高一層多樓 上面去晾自己的衣服呢 一看就是胡扯 但就這樣的一個例子 至少我在上學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可真就在課堂上跟我們講哦 我們一直覺得北洋水師那是腐敗透頂的哦 其實怎麼可能會有這樣的事情 再比如說 當時就有人寫文章講 說威海衛的劉宮島基地 腐敗的要命啊 上面到處都是燕館啊 妓院啊 賭場啊 光妓院七十多家 這個有點太耸人聽聞了 而且根本就架不住推敲啊 你現在看存留下來的劉宮島的當時的照片 那個建築物是清晰可見的呀 有一些小村落 有一些海軍用的公用設施 有一些房屋 這些房屋很多是高級軍官的住所等等 哪有那麼多房屋去開那麼多的劉院 七十多家呀 那得一個多麼繁榮的大城市 才能夠容得下七十多家劉院 更何況要知道北洋水師 它不是一個港口裡停泊在那兒的艦隊啊 它是要四處巡海的 你比如一到冬天 它就要到南方去避洞 一到夏天 它就要到朝鮮的俄羅斯那一帶去巡視海方 包括還要去停泊到旅順港 那它每年能夠停留在威海衛流宮島基地的時間 大概也就三分之一 如果有七十多家劉院 到處都有賭場 它一年只在這兒待三分之一 那怎麼能養的活呢 這也是一個問題啊 而且日本人佔領流宮島之後 對當時的很多人口啊房屋啊財產 都進行了登記造冊 確實有妓女 但是僅僅有那麼幾個暗昌而已啊 它絕對沒有到當時人傳說的那個樣子 當然啦 關於對北洋水世的各種抹黑 這個材料實在是太多太多 給大家推薦一下陳月先生寫的《沉默的甲午》 裡面做了很多便污的工作 當然這裡面我們得說 就是所有的這些污衊最集中的一個人是誰啊 就是我安徽老鄉丁汝昌 很多人黑他那當然從道德上否定他那就不必說了 當時有一個拔釘運動嘛 就是你不是姓丁嗎 要把你像釘子一樣給拔出來 朝中的很多玉石言官 反正他們就看李鴻章這一戲不順眼 但是他們拿李鴻章也沒辦法 那是太后老佛爺的紅人嘛 對吧 但是我就打你的狗 我打給你的主人看 他們用的是這一招 要搞拔釘運動 那集中在丁汝昌身上的指責就特別多了 那比如說說他從來就不是一個惠海軍的人 因為他是一個騎兵軍官啊 他是從淮軍跟著當年的劉鳴船幹的啊 他怎麼能夠指揮北洋水師呢 這一定是任人為情 那事實上是怎麼樣的呢 在組建北洋水師的時候 當時李鴻章就問了一下 也是當年辦福州傳政學堂的那個沈寶貞啊 也是一個晚清的名臣 就跟他商量說讓誰來幹這個北洋水師的提督的決策 那沈寶貞就講了說實際上沒有這樣合適的人 我們沒有這樣的人才 所以不如去找那個天資不錯 你又信任的人 我們從頭開始培養 只要這個人靠譜 那這個官就沒什麼不能當 你聽這個道理對吧 所以當時李鴻章就選了這個丁汝昌 為什麼選他呢 其實原因很多 第一當然咱們不得不承認啊 安徽老鄉 淮軍就步 知根知點 這肯定是一個原因 第二 你不要以為丁汝昌就是個騎兵軍官 他是後來參加繳緬軍的時候 才當了騎兵軍官 原來在淮軍的時候 他跟著劉明傳步 他就是明軍的 明軍就是劉明傳所步的那個軍隊的名字啊 叫明軍的水師的態度 他干過水師啊 所以水戰對他來講並不陌生 而且李鴻章也不完全是因為他是自己的舊部 事實上剿免結束之後 劉明傳步更不要說這個丁汝昌跟李鴻章早就失去聯繫了 多年不通文問 一直到哪一年呢 是1877年 這個丁汝昌得了一個 一個拆 跑到甘肅要去上任 但是走到天津的時候呢 好死不死 病了 就耽誤下來了 這就拜見了自己的老上級 就是李鴻章 兩個人越談越熱鬧 越談越親近 李鴻章說 對 這就是我要找的那個人 又信任又有才幹 性格又好 所以就不讓他走了 把他留下來 要提拔他為水軍 就是當時的北洋水士的提度 可是這一次提拔也不是一次到位的 剛開始把他放在一個當時英國造的一種叫蚊子船 讓他在蚊子船上去建行 後來在1880年的時候 因為要到英國去接兩艘劍嘛 就是鄧時昌那票人啊 超永良揚威 兩艘劍 要把接回國內 讓他帶著幾百個人去 辦差辦的又特別漂亮 是經過了大量的考核 覺得這個人靠譜 那這個人為什麼不能用向劉布禪啊 鄧時昌啊 這些留學過英國回來的人呢 當然不能嘛 你想 這是一個多麼關鍵的決策 他要連接多方力量 比如說朝廷 比如說李鴻章 比如說那些就是我們前面講的民黨 就是劉布禪鄧時昌這些人啊 那不好管的呀 還有一些洋人的教習 那些英國軍官 如果你沒有一個好脾氣 沒有一個長袖善武的一個性格 沒有行政的專才 實際上這個角色是極難幹的 啊 丁汝昌應該說幹的還不錯 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啊 很多御史言官動不動就給朝廷上奏折啊 要把丁汝昌殺了一些天下啊 寫這個奏折的人可不止一個兩個 動不動就糾結五六十個御史給朝廷上奏折啊 那你覺得好奇怪 前方正在打仗 統兵大將又在用人之機 為什麼後面的人動不動喊打喊殺呢 啊 不是給前方出點主意呢 其實這很好理解 大概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旁觀者不幹活嘛 他老評價別人 他當然要刷點存在感了 就像今天的微博上很多鍵盤俠啊 動不動喊打喊殺啊 收復鯛魚島啊 就那幫人 這個很正常的心理 那第二呢 就是清朝當時的體制是嚴重的眾文義武 對於武將來說 不管你立下多大的軍功啊 品級有多高 是不是有紅頂子 對不起 劍文官你小三級 啊 所以一品的武官給二品的文官 當警衛員的事情 在晚清的政壇上是非常常見的 在文官看來啊 這武將就是劍 那就是劍戶 你一定要想法嚇唬他啊 說喊打喊殺他們才會為國效命 但是這些文官呢 說話真的是不負責任 你比如說有一次啊 他們就說啊 為什麼呂順戰敗被日本人給登陸了 那就是丁武昌的錯 為什麼呢 說他安然焰作於蓬萊閣重為密室之中 機械滿錢 縱酒呼噜 勢如無事也 啥意思呢 說他沒管打仗的事兒 他跑到一個地方叫蓬萊閣 那個地方有個密室啊 外面是帘部深錘 他躲在裡面 躲在裡面幹嘛呢 搞旅刃啊 機械滿錢嗎 縱酒呼噜 呼噜就是賭錢啊 對吧 勢如無事 根本就不管戰場上的事 哎 你看見沒有啊 你就這麼胡沁啊 對 當時的御史有一個特權 叫封文言誓 就只要大老爺我聽見了 我就可以往上寫 我不管這是不是事實啊 這簡直就是胡扯 但是 這種胡扯 居然就成了 當時晚清朝堂上的誠堂正公啊 光緒皇帝信不信呢 信呢 啊 光緒皇帝不僅一次一次的去折辱丁汝常 你看到當時那些御史啊 真的不像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領導人 給自己的下屬五官 尤其是在一線戰場上正在征戰的五官下的那種書啊 那經常就是一種人格的責辱啊 甚至有一次 這已經是到劉公島已經被包圍了 光緒皇帝居然給他下一封什麼指啊 這樣啊 你現在雖然代罪至深 你先把你手頭活幹完 那幹完之後 力行起劫 那不許讀請 什麼意思 就原來他們有一次就要殺丁汝常 已經朝廷要下旨了 這個整個劉公島上海軍基地的官兵們 一看這不行啊啊 唯一了解全軍情況的這麼一個官員 要是被搞走 這仗沒法打了 所以全軍上下一起為他求情 那朝廷一看那算了吧 正在用人 那就回去吧 就先別弄啊 這個代罪立功 現在又來這麼一封信 什麼意思啊 就是啊 等你事幹完 我們就宰你啊 現在你先幹活 幹完之後呢 即行起劫 什麼叫起劫 蘇三起劫嘛 就帶著這晚上就去北京啊 然後不許讀請 就是你們上上下下的官員 再要去保他 那是萬萬不行的 這個讀啊 就是過分的意思 那你想什麼意思啊 就是打仗白打 甭管打贏打輸 最後弄來 我還是要修復你 甚至要殺了你 所以到劉公島 戰役保衛戰的那個後期 丁武昌已經是一個必死的心態了 那據當時他身邊的人講 就是敵艦的炮彈往哪打 他就往哪站啊 好歹一壯烈殉國 但是最後呢 他有的時候被震暈過去 然後他在黃海海戰身上 就身負重傷 就帶傷指揮戰鬥 這個人其實很勇敢 但是後期的有點勇敢呢 就有點那個找死的意味啊 只不過沒有死成嘛 後來丁武昌是怎麼死的呢 是自己服毒自禁 吞鴉片煙而亡 誒一聽這個詞 朝中的御史炎官又來勁了 誒他居然有鴉片煙 他一定是個煙鬼 他平時軍紀一定不好 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誤解了 當時軍隊的醫院裡面 一定得有鴉片煙 那是那個時代最好的麻醉劑啊 現在也有資料證明 當時他們幾個高級軍官商量 都要服毒自禁的時候 確實是派人到醫院找的鴉片煙 你看這麼小的一個細節啊 那些御史炎官老爺啊 都要做文章潑髒水啊 那後來丁武昌死了之後 我們看這叫殉國 但是當時朝廷不這麼看呢 說你死了死了哪行啊 接著抄架 抄完架之後還不解恨 說這個屍體在這兒 這麼的吧 全身上下給穿上黑色的球衣啊 然後裝念到棺材裡面之後呢 把棺材又漆成黑色 在棺材上面還要打三道銅箍 給送回老家 讓當地的地方官看著 這個棺材不許下葬 不許他入土為安 這是朝廷的罪人 所以丁武昌的子孫流散到各地 不好意思回家呀 這一樁冤案一直到了宣統二年 這已經是清朝完蛋前的最後一年了 這樁冤案才被平反 那從所有的這些悲劇當中 我們能夠讀出什麼樣的意味呢 從丁武昌這個悲劇當中 我們能夠看得出 甲武為什麼戰敗嗎 除了每週的這個視頻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微信公眾號平台 如果想羅胖每天都陪你 那就加我們的微信公眾號吧 那上面已經有三百萬人了 搜邏輯思維沒有走真兒的 姓羅的羅 我在那兒等你 剛才我們跟大夥聊了丁武昌的悲劇 你可能又會覺得哈 看來甲武戰敗要怪就得怪 光緒皇帝和他身邊的那些清流 我們還真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 因為他蒼白而廉價嘛 用個人的是非善惡 是解釋不了國家的成敗或福的 要去觀察一個大國的戰敗 通常而言 我們必須著眼於這個國家的組織方式 為啥 因為你有財富有資源 跟當時的清朝相比 日本才是窮國和弱國 我們的GDP不知道要比它大多少 但是問題是你的那些力量 你的那些資源分散在帝國的各個角落裡 你沒有辦法把它整合和組織起來 變成爆發力和戰鬥力 投放到戰場上去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日本的情況 日本是從1868年才開始明智維新 其實它的現代化的進程起步 比中國的洋務運動還要晚了 但是它迅速的拖牙入歐 它下了極大的決心 當然跟它底子包也有關係了 傳小好掉頭嘛 到了甲午戰爭期間 它實際上已經完成了 現代化的國家組織方式的第一步 那什麼叫現代化的國家組織方式呢 就是大家都認同於同一個國家和民族 上下一心能夠更有效率的調動資源 投入戰場 就拿甲午戰爭來說 當時明智天皇在幹什麼 他不是躲在東京的皇宮裡面指揮前線 就跟光緒皇帝幹的似的 在紫禁城裡面天天看聖武記 然後就是下招職崔李鴻章出戰 人家天皇是全身披挂 穿著一身的軍裝 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大統帥 這個責任國家的戰勝戰敗的責任 不是哪個具體的將領的 然後跑到廣島設立大本營 廣島是港口嗎 距離前線最近嗎 他一定要盡快的得到信息嗎 據說當時天皇所在的那個大本營 是一個非常簡陋的房屋 天皇只有自己的一把椅子 剩下桌子都是公用的 每一個來開會的大臣 一人一把椅子 然後天皇還有一個小輸出 完了沒別的 那你說天皇在哪睡覺呢 就在桌子上睡覺 白天開完會 然後把桌子上的東西一撤 就在那鋪個備單就睡覺 弄個屏風一圍 當時有他的內侍官說 給天皇弄個安樂椅吧 就是坐得稍微舒服一點 天皇說別去啊 這個根本就不是舒服的時候 然後那又是天寒地洞的歲月 內侍官說給你裝個暖爐好不好啊 很冷的 天皇說不去 為啥 因為我們的將士 還在天寒地洞當中作戰 所以最後勉為其難 天皇接受了一個小守爐 一直堅持到甲午戰爭結束 那天皇的皇后在幹嘛呢 中國的皇后天天跑到儀和園 向太后老佛爺請安 對吧 天皇的皇后 召集宮中的女官去製作繃帶 給前線的將士寄過去 甚至有記載天皇的皇后 還給受傷的那些傷兵啊 去親自安裝甲制 我們再來看 國內的那些精英在幹什麼啊 中國的國內精英天天就在罵李鴻章 而日本的精英呢 是毀家書呢 大量的給國家捐款 比如說其中有一個人啊 這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 重要的一個思想家 叫福澤玉吉 現在那個日圓一萬日圓 這是面額最大的那張啊 上面那個頭像就是福澤玉吉 福澤玉吉一方面寫文章說 甲午戰爭就是文明和野蠻的戰爭 我們代表文明 清朝代表野蠻揍他呀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把家產變賣 捐出了一萬日圓 你可別覺得一萬日圓少啊 當時的日圓可不是現在的日圓啊 當時一分錢的日圓 那就是你要吃一個牛肉火鍋吧 只需要五分錢 所以一萬日圓那個購買力是嚇人的 那全國各地的士神都在給國家捐款 瞬間就籌集了兩百多元 而戰爭的經費呢方面啊 這個地方歷史上曾經有一個誤解 很多人都說 我們清朝那麼廣袤的國土 那麼深的戰略縱深 對吧 前線打敗了不要緊 跟他搞持久戰 拖死壓的 日本人國小 國家也窮 他的財政很快就會崩潰 那你才搞錯了嘞 日本雖然國小 但是他為這場戰爭做了多久的準備啊 在戰前就發了一億多日圓的戰爭的國債 然後民間又踴躍去購買國債 而中國這一邊呢 那就差的太遠了 對吧 首先 國家的根本就沒有一個公債系統 也沒有人去購買國債 所以只好找洋人去借債 當時想籌集一千萬兩白銀的戰爭經費 所以只好找英格蘭銀行去借 那剛開始通過總稅務司赫德 就是那個英國人呢 哎 居中已經把合同談得差不多了 結果快到打仗的時候 英國人翻臉不借了 所以只好找匯豐銀行借了這筆錢 利息極高 據說是七分利 那這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在戰場上對壘的雙方 在中國這邊 他僅僅是皇帝和他的大臣們 而在日本這一方 則是上上下下都被動員起來的一個現代化國家 他已經完成了現代化的國家認同 給大家舉兩個例子哈 一個是1887年的時候 當時中國從德國買了兩艘超級鐵甲舰 就是鎮遠和鎮遠 中國人有錢嗎 那日本人眼紅啊 天皇說這晚上我也想要對吧 沒錢 沒錢怎麼辦 天皇說這麼對吧 我不吃飯了 我一天就吃一頓飯 把宮裡的所有的用度的錢全部捐出來 皇后說那我也不帶首飾了 把頭上的那些爛七八糟都摘下來捐給國家 那民間一看天皇夫婦都這樣 我們也捐吧 瞬間就籌集了一百萬日元 當時有一些傳說啊 一些少女說 怎麼能給國家多捐一點錢呢 這麼著吧 到妓院把自己第一次給賣了吧 你看日本少女一直有這個傳統哈 為錢是很拼的呀 再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到了1891年的時候 這是家務戰爭前三年啊 當時俄國的皇太子 就是後來的尼古拉二世 跑到日本去訪問 要知道日本崛起之後 其實一直跟俄國就不對付 因為都是在遠東有利益的兩個大國嘛 民間其實互相已經仇視了 但是國家還得裝得挺好啊 當偉君子 等尼古拉二世到日本訪問 遊玩到一個叫琵琶湖的地方 當時一個愣頭青 一個日本警察 叫三藏 舉著日本刀就衝上去 就給了皇太子一家夥 負了一點清傷 那這個時候日本天皇就嚇壞了呀 雖然日俄之間將來必有一戰 但眼下不是時機啊 俄國這個時候還是一個西方列強中的大國 日本還在一個上升期啊 所以天皇這個時候 偉君子嘛 就做出各種各樣示好的表示啊 各種對不起 那全國上下一看天皇這麼做 所以大家都去配合 那做偉君子 其實對俄國人心裡是恨得牙癢癢的呀 然後呢 比如各地的廟宇啊 僧侶啊 都在祈福 俄國皇太子早日康復 大量的慰問殿 鋪向俄國駐日本的大使館 還有一個日本的奇葩女性啊 27歲 據說還是一個孕婦 當時居然就自殺了 向歐國人謝罪 說我們日本人對不住你 我死吧 你看這種情況都能出現 這說明什麼 說明即使是在國家當偉君子的時候 他都能以一個整齊的面目 來對待一個外地 而這方面 中國則差的太多太多啊 在甲午戰爭期間 包括在東北啊 很多當地的士山 呦一看又有打來的了 所以又來一個胳膊粗壯的 來行吧 我們給你捐錢捐糧 這樣的事情也始不絕束 所以民間的動員能力 兩國差的實在是太遠了 我們再來看軍隊啊 日本是從1872年開始 就立了一個征兵法 你不要看僅僅是一個法律哦 實際上它意味著 所有的國家的軍隊 就對國家負責 這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 可是你反過來再看我們大清朝的部隊 雖然全國好像有一百萬 就是國家的常備軍 但是真正上過戰場有戰鬥力的 同扯算下來也不過五萬多人 就是當時李鴻章的懷軍 這些部隊它是國家的軍隊嗎 算 但是其實又不是 其實本質上講 它是李鴻章的私家部隊 為啥 因為所有的良想 都是李鴻章七拼八湊給他弄起來的 比如說懷軍是怎麼起的家呀 就是李鴻章跑到自己安徽合肥的老家 然後在當地征募的那些父子啊兄弟啊 那些人變成了軍隊 那請問軍響怎麼來呢 主要是朝廷給一些名額啊 就是你可以賣官御訣 賣多少個紅頂子籌一筆錢 然後呢 在地方上設一些關卡 掙一些商稅 是這麼七拼八湊形成的軍響啊 那對於底層的這些士兵和軍官來講 是都是皇上的軍隊 但問題是皇上不給我發軍響啊 替我們籌響的是李中堂李大人呢 所以他的效忠對象自然就是李鴻章 其實北洋艦隊也是一樣 他都是李鴻章想辦法最後組建的這一支軍隊啊 所以你看為什麼甲午戰爭當中西方有一句很著名的評論 叫李鴻章是以一人當一國 整個這場戰鬥就是李鴻章私人的戰鬥啊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朝中 那些以翁同河為代表的那些清流 拼命的要攻擊李鴻章 為啥因為這場戰就是你打的呀 雖然打勝了啊光緒皇帝有面子 翁同河也有面子 但打輸了其實也沒多大壞處 至少可以把一個政敵李鴻章給他搬掉啊 而且整個的戰爭過程當中 懷軍的作戰系統體現出了一種嚴重的前現代化的色彩 比如說後勤啊 任何現代化的戰爭如果沒有一個堅定的 以國家信用和整個財富擔保的後勤部隊 你打個屁啊 可是你知道甲午戰爭期間後勤是誰辦的嗎 是當時天津海關道的一個道台 也是輪船招商局的都辦這個人叫盛宣懷 也是中國近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一個人物啊 那怎麼整個國家打仗後勤部部長 輪到一個海關的官員來幹呢 就是因為盛宣懷跟李鴻章私交好 比較能幹善於理財他能搞到錢嘛 所以這個擔子就有理沒理的落在了盛宣懷的頭上 可是盛宣懷也沒辦法呀 因為黃海海戰之前 我們的運兵船那些補給船已經反覆被日軍擊沉 所以他只能想辦法繞到渤海繞過去啊 就是走潛水 走潛水那些大的輪船就不能用 要顧民船 可是一顧民船就牽扯到要用銀子啊 淮軍又沒錢 所以反覆談判啊 仇想啊 這就耽誤了時機 為什麼葉子超狂奔三百里要回到國內啊 沒糧食啊 而糧食在哪呢 盛宣懷只能用民船給卸在營口 從營口又一點一點的往戰場上運 那自然就耽誤了時機嘛 所以你看這麼爛的後勤系統 這麼前現代化的國家系統 你說這個賬能達贏嗎 在整個甲午戰爭的過程當中 李鴻章是遭到指責最多的人 那指責主要是兩條啦 第一條說他為敵如虎啊 那確實啊李鴻章知道了 打不了打不過為什麼還要打呢 為國家民族留一點種子 有啥不好呢 那這一段公案我們先割下不表 那第二個指責呢 就是說他任用私人 確實啊李鴻章確實任用私人啊 你看北洋水師的提督丁如昌 不就是你淮軍救部 不就是你安徽老鄉嗎 還有像淮軍的那些高級指揮官 一旦開軍事會議 那跟安徽合肥的同鄉會是差不多的呀 什麼張樹生啊 劉明傳啊 魏汝貴啊 蔑士成啊 葉智超 這些人都是合肥老鄉 丁如昌反倒還要遠一點 是安徽盧江人啊 但那也是老鄉 這些御史嚴官清流 指責李鴻章的時候 也特別會找那個要害 因為在皇權時代啊 一旦指責一個大臣結黨贏私 通常這個概念 一旦在皇帝心中種下了根 那你這個大臣也就算活到頭了 那李鴻章任用私人 這是事實啊 明擺著的啊 這說明李鴻章道德敗壞嗎 你還真就不能這麼輕易的下結論 為啥 因為如果他不認用私人 他根本就玩不賺 給大家舉個例子啊 甲午戰爭主要是三個戰場 海戰是一個 遼東半島是一個 然後山東半島是一個 那日本的第二方面軍 從遼東半島撤出 從山東半島這個尖尖上 就是熔成灣登陸 那戰略意圖非常明顯的呀 就是包抄威海衛 要在流宮島基地把北洋水師給吃掉 那這個時候山東的地方長官是誰呢 叫李炳恒 這個李炳恒可大有來頭啊 他原來其實也是直立總督李鴻章的手下 但是因為有一次辦一個道歉 辦得不是很漂亮 被人給參了一本就丟官落職 估計李鴻章也是不太看得上這個人 就沒有替他說話啊 李鴻章平時挺護毒子的 這次就沒護他 所以你難免嘛 就心裡就種下一些芥蒂 然後他就投奔了李鴻章 當時一個隱隱然的政敵 也是晚清的一個重臣張之棟 張之棟這個人啊 雖然也算改革派 但是呢 他在當時的官場的分立當中啊 他算是青柳派 跟李鴻章這個濁柳 那肯定是雙風並至 後來他就在張之棟的幕府 漸漸的又混起來了 慢慢的被保舉到了山東巡府的位子上 要知道在晚清的時候啊 直立總督基本上能管的就是 大概是今天河北這一片地方 他管不到山東啊 這個山東巡府這個職位很奇怪 因為他上面沒有總督啊 基本上就是他說了算 直立總督管不到 那李鴻章說我指揮這場戰鬥 可是現在戰場挪到山東地面 所以他就只能不斷地向朝廷打報告啊 說現在日本鬼子要登陸山東了啊 下一步的戰略方向非常明顯啊 威海衛危在旦夕啊 不停地說 但是說有有什麼用呢 山東的縣管啊 不是縣管 縣管是李炳恒啊 李炳恒就是要看你李鴻章的笑話啊 而且從另外一方面講啊 李炳恒作為山東的地方官 他守土有責 但是山東多大一片地面啊 他只要守住了像濟南啊 登州啊這些地方 那就算守住了呀 至於威海衛 那只是山東的一個小尖尖啊 那個地方丟掉 管我什麼屁事啊 尤其那個地方北洋水師的駐地 那你李鴻章負責啊 所以李炳恒基本的戰略設想就是啊 你日本人不是去打威海 哎對我就在這邊設個房 你不要過來就好 把個李鴻章急了個要死 但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李炳恒不是你的人 李炳恒前一任的那個山東巡抚 叫福潤 這是個奇人 這個人呢跟李鴻章四交不錯 所以李鴻章 基本上還能管得到山東的事 哎現在你管不到了 一邊就給朝廷上報告 朝廷也指揮不了李炳恒啊 因為李炳恒作為地方官 守住有責嘛 他把自己的一目三分地弄好就行了 後來這一場鬥爭能夠發展到什麼地步啊 就是當雲貴的援兵 是從雲南貴州來的援兵 來到山東的時候 李炳恒說在在在在我這待著 不要去救他 所以最後北洋水師被摁死在威海衛基地 實際上就是李炳恒見死不救的結果啊 當然救也未必救得出來 但是這總比見死不救要好得多吧 再給大家舉一個例子 當時大清國的海軍呢 可不光是北洋艦隊 其實還有南洋水師來 南洋水師的最高指揮官 是南洋大臣張之洞啊 那在甲午戰爭之前 李鴻章就跟張之洞商量 說這邊一旦打起來 能不能派個船支援一下啊 張之洞說好呀好呀 但是直到甲午戰爭打完 也沒見他派過一艘船 那李鴻章真正能指得上的是誰呢 還有一個廣東水師啊 為什麼能指得上廣東水師這麼遠 因為當時的梁廣總督 是李鴻章的哥哥李漢章 所以廣東水師派了廣甲廣蟻廣炳三艘船 到北洋艦隊來駐戰 當然廣甲和廣蟻就很迅速就毀掉了 最後就剩了一艘廣炳 那到了丁汝昌自殺之後啊 牛昌炳帶領著殘部投降日本人 這個牛昌炳就跟日本軍隊商量 說你看哈你們呢是跟北洋艦隊打仗 那現在呢廣東水師有一艘船在這兒 你看這個廣炳你看看著人出無害的樣子啊 從來沒有害過大日本皇軍 是不是就把他們給放回去算了啊 你們要覺得不結恨把他的炮給卸下來 但是船呢還是還給梁廣總督 讓他們跟總督大人有個交代 你看這套道理啊在牛昌炳或者中國這些官員看來 不是順理成章的事兒嗎 因為李鴻章一億人敵一國嗎 你們跟李中堂打架 官員李漢章什麼事情來 但是這套道理落在日本人的耳道裡 就覺得從來沒聽說過 什麼我們跟大清國打仗 你們所有國家的軍隊都是我們的敵人 我分你什麼南洋北洋廣東水師啊 所以日本人就把這件事情在軍中傳為笑談 但是啊這個一百二十年前的笑談啊 我們今天分析起來也真的是饒有趣味啊 這再一次印證了我們前面講的一個道理 就是中國當時還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那請問什麼叫現代化的國家 一般我們都認為四個現代化嗎 農業工業國防科技現代化就現代化國家了嗎 可不是啊 要知道通過三十年的洋務運動 人家大清國也有了鐵路輪船火車電報啊 這些都有了 但問題是你還不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因為現代化它指的是人和人之間 一種全新的協作組織方式 那什麼是現代化國家 給大家推薦兩個定義 第一個呢是美國學者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來的 現代化的民族國家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就是每一個人都在想像中認同一個共同體 這就叫現代化的國家 雖然是想像的好像很虛 但是落實到它的地緣政治上就一點都不虛 很多國家的形成過程都需要這種想像逐漸凝結的過程 你比如說世界文學作品史上有兩部著名的童話 安徒生童話呢就是安徒生一個人寫的 他是個自媒體啊 這個僅僅是文學作品 可是另外一部童話作品就有強烈的政治意義 就是德國的格林童話 格林是一對兄弟啊 當時在整個德語區搜集各種各樣的民間傳說 然後改寫 然後印刷 然後傳播到德語區的各地 正是伴隨著這部童話作品的傳播 很多德語區的人漸漸凝結成了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所以在德國的民族和國家的歷史上 格林兄弟就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那你想中國它是不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呢 還看著像 比如說書同文啊 車同鬼啊 自打秦始皇那個時代就已經幹完了 但問題是直到晚清直到甲午戰爭的時候 你都不能說我們完成了想像共同體的搭建 想像是有可是共同體沒有 當時中國上上下下的人都認同於是一個朝廷 是一個皇帝 是一任統治者 他並沒有覺得我們是這個共同體當中的統一的一份子 在甲午戰爭當中啊 你還能看到這樣的勢力啊 日本人在東北侵占了很多地方 當地老百姓反正也習慣了 誰胳膊粗 誰力氣大 誰打服了別人 我們就給他交黃糧國稅啊 當地的一些士衫甚至跑去單石瓢江啊 以贏日本人啊 所以你看 這就是前現代化國家 在國家認同沒有建立時候的一個正常表現啊 在這個時候我們還真不能說啊 你怎麼不愛國 你沒有民族氣節 因為他覺得我就是草民嘛 誰力氣大來統治我們 我們交稅就是了 對吧 這個就是前現代化國家的第一個特徵 那第二個定義呢 是我們邏輯思維節目 反覆在節目裡引述的一句話 就是古代法的作者梅因教授講的 從身份到契約啊 因為在人類文明的各個角落 其實都有這樣的現象 在現代化國家出現之前 人和人都是用小共同體來協作的 說白了就是身份關係 跟中國的說懷軍的將領都任李鴻章對吧 那個李炳恆任張之中 是一樣的 在歐洲他也是我作為一個騎士 我任我的領主 我的領主任他的國王 然後附庸的附庸不是他的附庸啊 其實馬克思也講過一句類似的話 叫越往前追溯歷史 人類就越從屬於某一個小共同體 可是現代化國家來了 這種基於身份的認同就要破碎掉 那什麼東西重新連接人和人呢 梅因教授講得好 從身份到契約 大家是按照一種契約關係 重新組織起來 你比如說在甲午戰爭期間 日本人當然搞得非常愛國啊 很多各地還有組織民團啊 說我們也要上戰場啊 不能光是天皇的軍隊打 我們也跟中國人幹去 天皇堅決支持啊 說你們有錢有錢是吧 有錢捐錢啊 那部隊沒有你的事兒 因為我們是按契約整合起來的一個國家 大家應該有分工嘛 讓專業的軍隊去幹專業的事情 但是在中國我們前面講到了 在甲午戰爭期間 其實你會發現大家還是認同的是身份啊 整個中國社會仍然是靠血緣啊 比如說李鴻章和李漢章 帝緣啊 比如說淮軍的安徽老鄉關係 你看這就是一種基於身份的認同 而不是基於契約的協作 當時朝廷也經常講一些漂亮話了 什麼朝廷行政一柄大功啊 可是這個公字是掛出來讓人看的 不是讓你信的 所有人都養成了一個習慣 叫受恩於公堂 但拜恩於私事啊 好像我升官了我受賞了 這是朝廷公文的結果 但我心裡清楚一定是拜某大人之賜啊 我一定是因為某大人和我之間的身份關係 我才能拿到這個恩 所以我一定要到私事去拜他 你看其實直到我們的今天 我們還能看出來中國社會留下這種影子 舉個簡單的例子啊 中國市場經濟搞了這麼多年 其實你會發現很多會計 還在樂於為自己的老闆做假賬 那為啥呢老闆也鎮鎮有詞啊 說這個小孩我從18歲就開始帶他 我帶他不薄啊 甚至男朋友都是我幫他找的呀 對吧 那幫我擔點責任 他一直是跟著我的馬仔小弟 幫我做個假賬 有什麼了不起咧 大家都心知肚明 這在中國市的市場經濟上 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可是在西方的成熟市場經濟國家 這種事情是很難想像的 一個會計 它不僅是這個公司的員工 他還要對自己的職業尊嚴負責 他還是整個社會契約的一份子 來 他憑什麼對你老闆 有這種身份上的依附關係呢 你讓他做假賬 將來他要坐牢的 他憑什麼幫你做這個事情呢 你比如說 中國前幾年奶粉出了那個 三聚清安的事件 那事後呢 我當時還是個記者 我就去採訪一個西方 也做同類行業的一個企業家 我就問他 我說你們憑什麼賣到中國 你就能保證你們的奶粉裡面沒有三聚清安啊 他就很納悶 說我怎麼能做得到呢 我說你怎麼做不到 你讓治檢員把你們放過去 讓人往裡放不就完了嗎 他說不可能的嘛 我雖然名義上是他的老闆 但我們是個契約關係啊 他們為了這點工資犯坐牢的罪 他犯不上嘛 我又沒有任何能力去指揮他 去幹犯法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這些事情發生不可思議 那說到這呢 關於甲午戰爭這個話題 我們花了兩集的時間 也就算跟大家告一段落 前世伯後世之世 那作為一百二十年之後的後人 我們到底應該記取一些什麼教訓呢 是記住中國人和日本人之間的那點仇恨 那是有些人的事情 在邏輯思維這個節目裡 我們特別想強調的是 我們記取的教訓是 當一個國家 我們人和人之間還在用身份關係認同 我們還在講誰是誰的人 誰是王處長的人 誰是李司長的人 誰是趙總的人 那我們這個國家就還充滿了那種 溫情默默的身份關係 我們這個國家就還不是用那些表面上 看起來冷冰冰的契約關係整合起來的 那我們這個國家就還在走向現代化的路上 我們這樣就將來響鬼 我們更好看 好這件事 我們繼續走向現代化